今年第七号台风海高斯今天清晨袭击中国广东省珠海沿海地区 澳门也一度悬挂起了十号风球 并且发出了红色风暴潮警告 有至少15人受伤 而随着台风向西北移动 狂风暴雨才逐渐的减弱 海高斯早上六点登陆广东省时 最大的风速为每秒35公尺 海浪浪高高达3公尺 珠海和江门被迫停工停客 当地警察也一度实施交通管制 随着暴风雨逐渐消退 消防人员开始搜救受困的居民 清除倒塌的树木 澳门气象局今天下午3点 也取消了所有热带气旋的警告信号 而一度挂起九号风球的香港 也同样取消了警告信号